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打算给大家看看世纪大战 我相信等下给大家展示的战斗肯定会非常精彩 因为我要放出来的怪物会超级巨大 我还特地找了一个村子作为对比 等下那些怪物出现的话 你就会觉得村子是如此的渺小 把怪物的蛋给拿出来吧 可以看到数量超级多 但是我今天只会拿出一部分 如果全部都给拿出来的话 时间就太长了 拿一个绿色的出来 放在地上吧 过去 怎么从天上砸下来了 我竟然被砸死了 我不应该是无敌的吗 看样子无敌对这些怪物来说没有用处 史莱姆想攻击动物 动物全部都变成了小史莱姆 还真是可怕 过去 为什么又来打我 不行 这史莱姆实在是太嚣张了 但是他有四千血量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得给他找一个对手才行啊 就拿这个白色的蛋吧 是一个巨大的雪人 还果然开始消灭史莱姆了 嗯 那个大的史莱姆去哪里了 原来已经跑远了 不会吧 就不小心被碰了一下 哦 雪人和史莱姆打起来了 不知道他们哪个更加强大 反正我们看戏就行了 其中有一个雪人的南瓜头被打掉了 太好笑了 什么鬼啊 我怎么又死掉了 真的是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啊 地面现在全部都是小史莱姆 不行 我得找一个更加厉害的怪物 干掉史莱姆 就这个黑色的蛋吧 放在离史莱姆近一些的地方 哇哦 这个蜘蛛好帅啊 出来的瞬间连天都变黑了 而且他的血量竟然达到了一万六 他们开始打起来了 过去 这个史莱姆竟然飞起来了 然后掉下来打到了蜘蛛 这两个怪物也打得有来有回啊 哦 史莱姆被打成三个小一些的了 果然蜘蛛更加厉害啊 没想到蜘蛛竟然也可以召唤小蜘蛛 看来这些巨大的怪物都是他们一族的王者啊 史莱姆已经越来越小了 完全不是巨型蜘蛛的对手 虽然巨型也掉了不少的血量 我们再给蜘蛛找一个对手吧 再放一个不一样的史莱姆 哇哇哇 千万不要砸到我 哦 还是跑得太慢了 接下来 看看是岩浆史莱姆厉害 还是蜘蛛强他吧 蜘蛛一开始就直接发起了攻击 不会吧 这才刚开始 史莱姆就被打碎了 看来我得重新找一个怪物了 不会吧 才一转眼 史莱姆就变成了这样 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把烈焰人给放出来了 好家伙 竟然有四万血 看看他们会怎么办吧 为什么天空一直在批闪电呢 我去我去 他们不会再度天劫吧 蜘蛛竟然都开始飞升了 但是好像度劫失败了 摔在了地上 我已经越来越看不懂了 自从把烈焰人放出来以后 连地面都变得一片狼藉 我的天啊 这个烈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可怕 我必须得把铁盔里放出来 解决掉这一切 哇哇 这个是什么怪物啊 得离远一点才能看清楚 我的天啊 好像是恶魂 又放出来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看看他的血量 数数有多少灵 二十百千万十万 竟然有二十万血 太恐怖了吧 我得尝试着弄死他 要不然这个世界就要毁掉了 把这些强大的武器给拿出来吧 试试能不能打动他的血 过去 他召唤出了很多的小恶魂 帮他跌挡攻击 我攻击到他了 也完全不掉血 太可恶了 尝试一下这些巨型武器 呃 完全没有用处啊 看来只有怪物才能击败怪物啊 但是如果召唤出更加强大的怪物 我就必须得继续召唤 比更加强大 还要强大的怪物来解决 直接陷入了死循环 算了吧 世界毁灭就毁灭吧 关我什么事情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 Goodbye